一名二十八岁的陈姓女山友 独自攀登马比山山 入山的第二天行经逃塞山屋附近 不慎衰弱而生骨 幸好附近有其他山友看见 将她救起 陈绿的意识清楚 但是腰椎受伤无法动弹 花莲县消防局获报后 请求空情总队出动黑鹰直升机协助 二十二号将她救下山 送一治疗 一名二十八岁陈姓女山友 入山第二天行经逃塞山屋附近 不慎衰弱生骨 幸好附近有其他山友看见 将她救起 陈姓女子因为意识不清 但是腰椎受伤无法动弹 花莲县消防局获报后 请求空情总队出动黑鹰直升机协助 今日将她救下山送一治疗 南湖大山王马比山山的途中 衰弱约一百公尺的生骨 那我们本局线获报案之后 就于昨日 昨日二十一号上午七点 那再送六名救灾人员下降于南湖山屋的上泉湖 上泉湖的降落点 以步行距离约一天五小时接触到盖民患者 于到最固定 尖最固定之后 确定生命正常稳定 于现场直接通行直升机的吊挂 那于昨日下午 顺利将盖民患者吊挂成功 送往直几元 花莲县消防局第一大队指出 二十一号上午派出六名救难人员 星辰七点搭乘空勤直升机飞抵南湖东风上圈谷后 走了两小时接触到陈信拟伤患 救难人员检视他的伤口 初判是衰弱时腰椎严重受伤 无法动弹 空勤总队花莲驻地勤悟 第一大队第三队黑银直升机 上午十一点抵达目标区 随即进行吊挂伤者 中午十二点五分飞抵花莲得心棒球场 将伤者交由救护车接驳 送医治疗 记者凌杰花莲室采访报道